福音和我 福音的传道王 传福音用话语养育的经历和经验 成为了我现在幕会的原动力 传福音用话语养育的服饰的功已经22年了 传福音努力向万民传福音的人生 已经30多年了 有一天我患上了某种疾病 所以我想起了一件事情 我想我可以告别这个世界了 可以得到神的呼召去神的国了 那么我想当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 谁会像我一样在这个世界上传递福音呢 所以把传福音和养育的经历写成了书 这就是传福音小册子 这本书的内容是 想传福音的传道者 与完全不知道福音 不知道神是谁的人 坐在一起读这本书的话 就会很自然的传出福音 并介绍了福音 并介绍了福音 当然神对神的百姓 预定选择并动工 使之成为神的侄女 可是这本书起到了 很容易能传达福音的作用 这本书有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有三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神 第二个主题是耶稣 第三个主题是圣灵 承认神是活着的真神 相信耶稣基督代替我的罪 定在十字架上复活了 而且成为了神的侄女 并介绍帮助我们能信耶稣的圣灵 引导我们的圣灵 第一部分 就这样介绍了福音 这样成为了神的侄女的圣徒 应该如何理解神的话语 祷告 教会 生活 非常简单地介绍了 信仰生活的基础的 就是第二部分 因为我现在在做 服侍中国同胞的墓会 所以这本书里有很多地方 有关于中国同胞的例子 之所以一定要使用 中国同胞的例子 实际上中国人比韩国人 更没有机会接触福音 并介绍福音是非常难的 虽然很难传福音 给中国同胞认给中国同胞 可是这本书很轻松地给他们传福音 成为神的侄女 并且强调 并且强调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地传福音 因此不仅仅是中国人 通过圣经说神的存在 当然神的话也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所以能左右人的心 可是这本书是不认识神的人 通过非常容易 而且通过能够产生共鸣的自然万物的法则 打开他们的眼睛 能够看到 听到 感受到神的法则 从而理所当然地认识到神的存在 这本书是这样展开的 然后第二课 神是创造主 不承认神是创造主 特别是因进化论等等的方案 很多人说神不是创造主 但这本书首先 动了进化论的错误 因此 传达神是创造主 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接纳这件事情 然后接下来是第三 神是掌管者 神是我们人生的主人 但是很多世界上的人都说 我是主人 对吧 所以有一部分强调 我不是我人生的主人 而是神成为了我人生的主人 通过各种提问 问传福音的对象 这本书对传福音的对象提问 通过这些提问 使听福音的人 有机会重新思考 这本书是这样构成的 比如说 你人生的开始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天 是你决定的 是你决定的吗 这样提问 那么会怎么回答呢 你能决定你人生的结束的那一天吗 那么 那个听福音的人会怎么回答呢 指出超越人类领域局限的这些部分 通过提问的形式 让对方思考 这样的提问和通过这里记录的神的话语 通过这样的过程 使之感受到神是活着的 并且承认神是存在的 这就是这课的重点 第四课 神是审判主 其实所有人都会死 之后有审判 不是吗 很多人不承认死后的世界 但是死后不是有天国和地狱吗 所以 想说关于天国和地狱 可是不用对有没有天国和地狱和人争论 对这个问题争论争辩的话 只会变得无力 所以不要把重点放在有没有上 看到这里的话 有这样的提问 如果有天国和地狱的话 想去哪里 如果现在问 如果有天国和地狱的话 想去哪里 那么很多人会怎么回答呢 大家都能想象得到 通过这样的提问 把让人的想法 从这个世界转到永远的天国的世界上 使自现转向神 该课具有位置进行下去的特点 如果有天国和地狱 你想去哪里呢 回答很明显 通过这样的提问 我们心中的本能和神赐给我们的良心 很自然的 会关注对神的存在和神创造的法则 会这样想 如果是神拣选的法刑 一定会被神带领 这本书是这样组成的 到目前为止是关于神的存在的内容 神是创造主 神是掌管者 是我们的主人 神是审判主 以这样的主题 讲到了第四课 但这是神对全人类的一般实意 是神的属性 是神的大能 但是人们很好奇 神与我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本书的题目是福音和我 我们拍集体照 但是我们首先做的事情 就是看我在哪里 很多人关心我是谁 那个神对我有多大的关心 所以请提问吧 问这位全能的伟大的神 是否对你有关心呢 神面对那么多的人类 掌管和设理的神 对你一个人有关心 现在第五课 神是爱 在此说明了这一点 神用永远的爱 爱你 对你有丰盛的计划 这就是这颗的重点主题 就此结束了第一个主题 神 接下来 我们互相了解一下第二个主题 耶稣 神 神的公立元年 神的公立元年 另外根据中国同胞的现实 简单的介绍了相信 耶稣的人是什么样的 然后耶稣是谁 耶稣是神 也是人 但无罪 这就是耶稣的属性 是品性 在说明这三种属性的时候 不要试图解释 不要试图辩论 也不要试图证明 请宣布 这无法用人类的单词 人类的语言来解释 因此 神拣选的百姓 会相信这一点 所以宣告宣布这一点 然后我们的耶稣 不是没有罪吗 无罪的耶稣 做了什么事 第二个是 耶稣做的事情 他做了什么工作呢 定是在十字架上 活活了 无罪的耶稣 代替我们的罪 所以所有的人 都是罪人 在这里 传道者向 传福音的对象提问 你认为你有罪吗 那么被问的人 怎么会怎么回答呢 说没有罪 事上的人 但希望我们 传道者不要 跳过这个部分 到现在为止 有很多提问 这时传道人 哇你 你知道你人生 什么时候结束吗 的时候会出现很多的答案 这时请尊重他们的回答 不要说 对还是错 原来如此 啊是这样 然后做出肯定的反应 让大家能 舒适的聊下去 但对于现在这个提问 你有罪吗 的提问 在传福音的对象 回答有罪之前为止 要举各种例子 进行说明和说服 希望能引导到 回答 啊我有罪为止 因为福音是对罪 赦免罪的恩典 不是吗 代替我这样的罪人 相信耶稣死在 十字架上 复活了 就是福音 难道不应该承认 我有罪吗 所以希望 对这个传福音的对象 引导出 有罪的氛围中 好 接下来有一个提问 有没有想过 因为罪而受罚 你怎么回答的 其实很多人觉得 罪有应得 因此 因这罪而害怕 知道罪的惩罚 就是死亡 所以世界上 所有人都在 死亡的恐惧 惧怕中生活 对此稍微碰一下 所以很多人会发现 自己害怕 对罪的惩罚 希望能够诱导 能够发现 这个事实 因此 为了代替 我们赎罪 耶稣定是在 十字架上 然后复活了 这就是福音 所以介绍 这个福音 因此 我们也能像 耶稣一样 拥有 复活的身体 并拥有 永生 这就是福音 这是耶稣做的事情 然后是 第三课 迎接祷告 耶稣为了全人类 代替人类的罪 耶稣承担了罪行 在十字架上 流血 死了 复活了 但这并不是 适用于所有人类 在有限的范围内适用 只对相信的人 这样相信的我们 成为了神的圣徒 成为了基督徒 那么 如何表达 相信 耶稣 因为我 而定在十字架上 并复活的事实呢 不是承认吗 根据圣经中的 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就可以得救 现在第三课 是引导 传福音的对象 进行 灵魂的祷告 怎么做呢 会提这样的问题 你想去地狱 还是天国 怎么回答呢 被神拣选的百姓 不会说去地狱 说想去天国 那么 该怎么去天国 但是天国 有罪的人 是不能去的 不是吗 但是本人告白说 我自己是有罪的 我自己是有罪的 那么就得洗掉 这个罪 如何洗掉 这个罪呢 用我们的力量 是无法洗掉的 因此 因此 看 问 能一起祷告吗 神所拣选的百姓与我们同在 所以最后以耶稣的名祷告 说阿们 然后宣告你现在 你成为了神的子女 这样第二个主题耶稣结束了 接下来是第三个主题圣灵 这圣灵的第一课 是对救赎的确信 神爱我们 所以既定了丰盛的计划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在十字架上死了并复活了 允许我们过丰盛的生活 相信这个事实 从而我们成为了神的子女 但是呢 就这样做迎接祷告的人 过了一段时间就会这样说 我是你让我做才做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的 我还是不知道耶稣是谁 我也不知道神是谁 就觉得我这样 成了神的子女 为什么变成这样的呢 一边说着一边想 稍微想往后推缩 就想离开这里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妨碍的势力 因为为了这个灵魂 不被夺走 不允许从撒旦的束缚中 解脱出来 不是有这样的属灵的存在吗 但是做了迎接祷告 告白神代替我的罪 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并复活了 这个人通过圣灵的印记 而成为了神的子女 如果不是神圣灵的话 没有任何人能相信耶稣 以耶稣的名祷告 并且说阿们 但是本人不知道 我为什么那样做 不是自己的意志 所以想这样退缩 不是以自己的意志 而是以圣灵的实意和引导 选择了神 通过圣灵的功 成为了神的子女 那么这个子女 是不是神的子女呢 那个人说不太理解 不太了解神耶稣 所以对这个问题 放在第一课上 有刚出生的婴孩 刚出生的婴孩 不认得自己的爸爸妈妈 肚子饿了的话 就会哭着去找奶 然后笑笑拉呀 不是吗 生下这个孩子的父母 会因为宝宝认不出父母 而说哎呀 不要你不是我的宝宝 会把他扔掉吗 不会的 因为明确 他是自己的孩子 所以这个孩子 睁开眼睛 直到叫爸爸妈妈为止 尽心尽力地去养育 同样 我们并不是通过 我们的力量 称呼神为阿爸父 而是被某种 不知名的力量 所吸引 我们进行了迎接祷告 所以可能不太清楚 因为是刚出生的婴儿 所以即使是不太了解神 神也不会说 哎呀你不认识我吗 我是神啊 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 不认识我的人 不是神的子女 然后都掉吗 不会 等待着我们 每一个生命的成长 都需要时间 所以神等待着我们 所以不知不觉间 随着时间的流逝 通过礼拜 赞美 不知不觉中 就会对神耶稣有所了解 并可以经历成长为神的侄女的过程 因此对这位圣灵 迎接主 救世的确信 使我相信主 有圣灵的印记 作为神的侄女 永远同在的事实 是这位圣灵在告诉我们 因此即使那个孩子 是不太认识神的 神的侄女 神的话语 也会证明 成为了神的侄女 圣灵也会证明是神的侄女 这节课 说明了有这样的 属灵的圣灵的存在 然后第三课 介绍圣灵的工作 圣灵让我们相信 保护 引导我们 简单的介绍了圣灵的功 我到这里为止是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是神的存在 代替我们这样的罪人 作为神的耶稣 是在十字架上复活 只能去地狱的我们 成为了神的百姓 所以我们因信称义 用嘴承认 成为了神的侄女 虽然不知不觉当中 不知道的情况下 成为了神的侄女 在我们糊里糊涂的时候 让我们有拯救的确信 成为了神的侄女 第一个讲的是 让我们相信那位 因为引导我们的是圣灵 所以圣灵会引导我们 因此就这样成为神子女的我们 在第二部分简单 非常简单的介绍 应该如何进行信仰生活 首先介绍圣经话语 然后祷告和教会 并简单说明 圣经祷告和教会 给予我们什么样的恩典 传福音难吗 传福音很累吗 向大家介绍了 能够心意的就能传福音的书籍 传福音的手册 福音和我 随着这本书的进度 和传福音的对象 坐在一起读的话 福音就会很自然的传开 如果是神拣选的百姓 就会有成为神子女的奇妙的神迹 关于那个内容 都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是介绍了 圣徒的简单的信仰生活 希望这本传福音手册 被广泛利用 让更多的人会向主 成为神的子女的奇迹 发生 谢谢